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打身为了宫中两大情敌 王皇后和萧淑妃 唐高宗费王皇后和萧淑妃为数人后 后又费出太子李中 改历四岁的代王李红为皇太子 李红是个很有才气的人 身为皇子 从小他便爱到了良好的教育 诗书 古经及儒家经典都没赏学 而李红也没有令人失望 十岁那年便组织太子府人员国才雅籍 编撰了一本五百卷的姚山玉才 唐高宗高兴之余 赏赐了他三万段丝绸 李红做太子期间以仁德著称 当时朝廷大量征兵 那些逃亡或者期限内 没有报道的士兵会被处死 家人也要冲冠 李红为此尚书觐见 臣听说军队征兵 但凡没有及时报道的全家都会被牵连 有的甚至没被断罪就被囚禁 人数中毒 但当中有因为疾病才与其不倒 或者出与山贼 渡河遭难 畏惧逃亡 身负重伤等多种情形 军阀却要连作他们的亲属 臣认为军阀该坚固实情 如果不是战死就被定罪 或者备注逃亡 并牵连他们的家属 实则值得同情 臣希望可以修定法律 以后家中有士兵逃亡 也不用受连作之罪 唐高宗听了大位赞赏 批准了请求 并对他后代有加 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仁义的准太子 却遭遇突然死亡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 持正直言下 唐高宗和武则天带着太子李红去寻有东都洛阳 结果李红便死于这次寻有途中 那么 李红又是怎么死的呢 原因不外乎两种 第一可能 正常死亡 而这里又有两种可能 一是猝死 有唐高宗死后追封了李红为孝敬皇帝的诏书为证 这又任方玉陈美太子 而急剧不起 以身亡命 加以尊名 可视为孝敬皇帝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就是 我本来打算让位给太子李红 但原本就体弱多病的他听闻消息后 一时过于惊喜 过于激动 结果乐极生悲 一病不起 最后竟然死了 我只好妥善安排他的后世 追封他为孝敬皇帝 如果按照这段记载来分析 也就是说 李红就和范进重举一样 心理素质不过硬 听到好消息便把控不住自己 范进倒是好 还只是疯了 而李红更惨 居然死了 从表意上来看 这个是成立的 毕竟人都有七情六欲 狂喜之下促死 也算是理情之中 但从那层来看 这个显然是不成立的 李红是什么人 是太子啊 他从小开始监国 唐高都一直把他当成继承人来培养 全力与荣华富贵 对于李红来说 都早已司空见惯了 再加上本性原本就是淡薄名利 欣欣寡欲之人 对权力并没有他母亲武则天那般的渴望 因此 根本不可能存在当唐高中要让他继位时 就高兴激动得突然一病不起 而且最终命丧皇权的地步 总之 按正常逻辑来推判 李红猝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二是病死 据志书记载 太子自眼归在手 陈寨应深 因就即登圣而空 事实果真如此吗 这里不妨来分析比较一番 李红从小体弱多病 再加上还犯有严重的劳战 因病而突然死亡 自然也是常人的第一感官 然而 再往深推断和判断就会发现 这个观点很难成立 一方面 李红再怎么身体不好 但毕竟还没有病入膏肓 因此 也不至于突然就有急而终 另一方面 如果太子李红果真病情很严重呢 这次出旬 唐高宗理应让他在宫中好好休养才对 怎么还会把他带在身边去游山玩水呢 第二种可能 非正常死亡 谁敢杀唐唐异国之太子呢 推断只有三种可能 一是被皇帝所杀 这个没得说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唐高宗要处死李红 也没有二话可说 但这个也不成立 因为唐高宗对李红一直很宠爱 一直很期待 他让李红做了七次坚果 就是希望他能早早地独当一面 早日接过他手中的权力交接帮 如此溺爱 如此宠爱 如何会没来由地处理李红呢 显然不成立 二是被皇太子所杀 为了争夺太子一位 为了将来能当皇帝 皇子们发生明争暗斗 拼得尼斯我活也是人之常情 但太子李红因为是唐高宗的长子 又是皇后武则天的儿子 从小便被立为太子 因此 这种皇子之争 就目前而言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是被武则天所杀 上面的推断都不成立 那么李红就只有一种可能 被母后武则天所杀 这个可以从史书里找到记载 史书堂里记载 红人孝英国 身为上所钟爱 自身为太子 兴礼大臣红如之事 未尝君有过之地 以请假二公主 施爱于天后 不已受众 这段话里的施爱于天后 不已受众 便是武则天毒杀李红的原因 虎毒不食子 按常理说 就算武则天毒如蛇血 也不会食自己的儿子才对 然而 太子李红和武则天的直接冲突和对立 来自于一件突发性事件上 以此 李红在后宫瞎留搭使 撞见了萧淑妃的两个女儿 一阳公主和宣承公主 萧淑妃被废杀后 这两位公主就一直被幽禁在夜亭中 人后的李红悉知他们的情况后 悲悯心驱使下 李红向唐高宗打了一个报告 请求把两位公主嫁给朝中达中贵人 摄政王武则天知的情况后 很是震怒 臣服很深的他 一边同意李红的请求 并将两位天香公主 嫁给皇帝 身为的亲印是为权毅和王絮 并马上对两人进行了提拔 权毅被任命为元州刺史 王絮被任命为影州刺史 至此 可以说李红的人后善举 可以说取得了圆满成功 然而 他不会料到 对于已经对权力走火入魔的武则天来说 任何的背叛都是不请允许的 包括他的亲人他的儿子 也正是因为这样 武则天强装着笑脸 把两位天仙公主的事 圆圆满满地打发后 他对李红蒙生了杀心 而《大唐心语》里有义有明确的记载 孝敬皇帝人孝英广 甚为高宗所钟爱 自生处位 敬礼大臣及儒学之事 未成有过 天下归心焉 先是一阳 宣称二公主 以母得罪 忧于夜庭 垂三十年不假 孝敬见之精密 俱寝出将 又勤以沙乱地 分界平人 召结许之 则天大路 即日以为是二人配二公主 孝敬殷世 失爱 欲读而轰 十年二十四 朝眼莫不伤痛 这段记载里的欲读两字便是最好的证明 上元二年六百七十五年五月 唐高宗追使李红 为孝敬皇帝 并以天子礼仪后葬于洛阳郊区的唐公灵 唐高宗还亲自在其背诗上书写《瑞德记》 可见里面显示银有玄机 一方面他表达了对李红厚爱和悲痛 另一方面 是不是也在暗中含沙摄影什么呢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一方面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